七十一岁泰王出手很辣 下令雪藏瑞士幼子 提帮公是唯一继承人 马哈国王的传奇经历不少 但是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 态度也很严肃和认真 尤其对待继承人问题 拉马时事很慎重 出手很辣保护提帮公 赢得了民众一边倒的支持 只能说大家没有看走眼 提帮公小时候虽然模样憨厚老实 但是如今却发展壮大起来 从小就在煤光灯下长大 大众也更加支持和认可提帮公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九年前苏提达生下一个儿子 后来母凭子贵成功上位 太王的后宫美女如云 只有苏提达的肚子最争气 逐渐得到王室高层的认可 看来苏提达更是手眼通天 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王室地位直线提高 马哈国王按兵不动 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提帮公身上 如今看来是个明智之群 提帮公王子被太王召回 连续出席多场公务 直接打了王后的脸 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 只要提帮公回国后 苏提达的王室公务都会锐减 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马哈国王做得最绝的一件事 就是血藏瑞士幼子 快刀斩乱马 没有一丝犹豫 王室专家安德鲁爆料 苏提达儿子过着锦衣玉石的生活 住在瑞士的独栋别墅里 但是却毫无亲情可言 对于太王来讲 瑞士幼子只是个备胎 地位和处境根本不重要 苏提达联合军方施压 彻底惹怒了太王 因此帝后感情并不稳定 甚至王后曾经被禁足过三次 如今苏提达儿子 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王室却没有丝毫要认的想法 即使王后明里案例提示 马哈国王就是不接话茬 反倒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只能说母妃的地位 完全可以影响到王子的命运 至少在太国王室存在这种现象 希拉米是太王的白月光 也是一生难以割舍的女人 提帮公的地位自然不可撼动 马哈国王下令雪藏瑞士幼子 至今只有一张童年照 其他的生活轨迹全部被抹掉 坦来在继承权的问题上 马哈拥有一票否决权 不需要听任何人的意见 翻开提帮公的介绍 赫然写着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 简直就是马哈国王心肩肩上的人 为了给儿子铺路 马哈不惜得罪军方和玉坤家族 全城都在保驾护航 提帮公还有一个特权 就是能够私下看望希拉米 母子短暂团聚了很多次 即使不能公开出席活动 小王子也已经很满足 希望这份幸福能够延续下去 就算是为了营救希拉米 提帮公也必须赢得公斗的胜利 苏提达虽然当上了王后 但是现在已经四面楚歌 未来的处境也不会太好 或许会沦为公斗的牺牲品 因此王后现在很没有安全感 拼命想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 但是遭到了太王的反对 泰国帝后意见相左 并不能做到同心同德 婚姻很可能继续亮红灯 提帮公小王子很争气 这次留学归来后气质全面提升 出席公路的时候表现也很好 泰国老百姓真的很喜欢提帮公 直接大喊国王万岁 盼望着希拉米母子早点上位 苏提达彻底失算 如今只能苦苦支撑 等待黑天鹅事件爆发 否则根本没有翻盘的机会